滑板轮滑大家平时见的比较多 而比较小众的飘移板 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说过 那今天上午呢 第五届全国飘移板大赛在武汉举行 在一溜少男少女当中啊 一名五十多岁的参赛者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来看看 正在进行的是飘移板比赛中的平板项目 滑形转弯落地 只有平稳落在这幅长宽二十厘米 带轮子的金属板上 才算完成这项动作 咦 这个人怎么有点与众不同呢 没错 他就是六十名晋级全国总决赛选手中 年纪最大的一位 五十二岁的李大叔 虽然没有年轻人动作利落 花式繁多 但一交一适还是十分专业 完了这两年多吧 我的身体数字 我觉得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 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接受了很多年轻的小朋友 虽然容颜变老 算是新 应该是年轻的 飘移板运动 是将传统的滑板滑轮结合进来 因此这项运动最难的就是飞台项目 滑形 加速 横跳 跨越 辗转层挪间 越过近一米的高台 带着飘移板 平稳着地 第二板它跟滑板还有轮滑 相比的话 它是比较自由的 滑市会更多一点 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关注这项运动 也可以加入进来 我们这个大家 感谢大家收看和参与今天的金石直播 也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收看好吃老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